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21章 圣旨道 张茂虽是武夫 但是脑子也是很好使的 他说到的这个段子绝孙四个字 一下子就勾起方景龙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了 打铁当然是趁热了 张茂眼睛猛的一张 还眼淋漓地怒视方景龙继续说 而且说实话 据问公众那人 已经得知了计番平时的劣迹 将来怕是计番想要稀缺都成问题 不致如此吧 方景龙倒心一口凉气 陛下李当不是如此良薄之人呢 张茂似乎也觉得这话说的有些严重了 不过见方景龙后怕的样子 决心采取运回政策 他眯着眼淡淡地说 我那幼子张茂似你是见过了吧 去年的时候他在教育中得了第二名 得了银腰带 多风光啊 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 陛下亲自下旨赐婚 将中王之女龙亭郡主下嫁给了他 去年的时候不还请你喝了喜酒吗 你瞧瞧 躲起吧 实不相瞒 龙亭郡主现在已有神月了 银腰带 郡主下嫁 孩子 方景龙努力地深呼吸 一双眼眸想闪着光芒 羡慕地看着张茂 方济帆已经嗅到了一种 感觉要玩的气息 只见张茂猛然拍着暗屋 大声嚇唬 你可知 为何我那不孝子张信 能在教育中得第二 获辞银腰带 去龙亭郡主 方景龙待了老半天 不 不知道 搜 张茂挥舞着老拳 恶狠狠地说 不走不成气呀 不走不成财呀 三天不打 上方接瓦 不读书要走 不吸工马也要走 看不顺眼时往四里走 即便看得顺眼时 也要走一走 这叫防围杜剑 他老老实实的 你都去揍他一顿 他便老实了 再也没有坏心思了 揍得他娘的屁股尿流 从此便小得上进 小得努力刻苦 一年揍个几十次 就成良家子弟了 倘若一年揍个几百次 得个一腰带便不在话下 为什么郡主公主 还不是首到亲来呀 老方啊 要揍啊 不揍 且不说混账小子们 不晓得规矩 就说得不到差遣 得不到差遣 人家就瞧不上你 瞧不上你 便娶不得欺 娶不得欺 便抱不到孙子 抱不到孙子 祖宗们有灵 全下有之 能合得上眼门 方景龙害得面色苍白 可张茂给他描绘的 美好前景 对他实在是 有致命的吸引力 抱孙子 得银腰带 光耀门美 可最终他又嫌弃了 慈爱地看了一眼 可怜巴巴的方景凡 心又软了下来 哎 日不相瞒 我下不得手啊 方景龙只是唏嘘 其实他何尝不知道 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道路 只是他方景龙 在战场上的时候 不知砍翻过多少人 偏偏对这个儿子 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张茂就等他这句话了 赶紧说 老夫可以代劳啊 跟你说句交心的话 自听了这家伙的恶行猎迹 老夫手养得鸡宿都睡不着 辗转难眠 今日不带你教训教训他 浑身就痒痒 做啥事都提不起精神啊 张茂是武将 当年骑射功夫了得 此时捧出手 朝手心呸呸 吐几口唾沫 搓了搓 画掌为拳 这砂锅大的拳头 看得汪继帆 眼睛都直了 汪继帆悲从心中来 师父 我们这是什么怨 什么丑 张茂大喝了一声 长身而起 壮朔的胸膛 如山鸾一般起伏 瞪大眼睛说 无仇无怨 就是看不惯你 这等不求上进点儿 门不争武不就的 摆尖小子 你跑 你跑老夫看看 乖乖的在这挨拳头 也就罢了 若敢跑 抓回来 吊起来 打你三天三夜 方济帆 宁夜无语 幽怨地看着张茂 张茂已经使龙行虎步而来 拳头拧着满是青筋 指头被他拧得嘎吱作响 天王我 他妹 不做败家子 要被抓去扎针 安安心心做了败家子 你们他妈的还揍我 方济帆连忙朝方景龙看了过去 方景龙于心不忍 忍不住说 哎呀 长兄啊 轻一些 别打坏了拱头 意思意思就够了 且慢 方济帆不得不深心一口气 做最后的挣扎 是不 便是行军打仗 也讲究一个师处有名 是不是 小侄犯了什么错呀 张茂呆了一下 随即冷笑 没出息 让你爹操心 就是天大的错 说着 不再给方济帆狡辩的机会 已挥起了拳头 方济帆看着大拳头快要落到自己身上 只听得自己心脏猛地跳动的声音 甚至一时间忘了躲闪了 不也 不也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外头突然传出门子交集的声音 却见门子屁滚尿流进来 方济帆已经吓得脸都煞白了 张茂下意识被气喘吁吁的门子所吸引 拳头还高高举着 方景龙本是端坐着 想要劝阻又擒着老泪一声不吭 看着张茂的拳头突然停住了 倒松了口气了 不也 宫中来了青史 宫里来的青史 陛下有旨意 陛下 方景龙打了个寒枕 刚放松下的身躯 一口气又提了上来 此时 他只感觉天旋地转 忙扶着鹅 颜色灰白 完了 方在英国宫还说 宫里头对儿子一有看法 后脚胜直就来了 这不就是完了吗 陛下虽然宽厚 却是正人君子 想来得知即翻的事情 一定是龙颜震怒了吧 张茂也反应了过来 他脸色却有些变了 竟也担心起来 看了方景龙一眼 说 听说宫里 你看 我早和你说来着 棍棒直下出小子 好方啊 这一次 怕是大难临头了呀 方景龙 面上带着苦涩 只一味摇头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悔不听 傅张兄之言 才酿成如此大祸 截止吧 死不叫父之国 若是陛下 前怒即翻 我这做父亲的 只能为这儿子受罪了 大不了 去屋门外 代此请罪 张茂 横瞪了方景帆也 没出息的东西 你父亲被你害死了 说吧 二人匆匆 前去中门 方景帆也给这 突然的状况 吓了一跳 感觉后劲发凉起来 今日确实见了皇帝 皇帝老子 不会因为他充言无状 要收拾他吧 倘若如此 真是坑爹了 他忙不爹追了出去 到了中门 果然看到 早有宦官在此 方家已开了中门 府里上下人 抬出香案来 分了香 便拒都回避了 那宦官抬眼 竟看到英国公张茂 忙是讨好的 吵张茂一笑 张茂却铁青着脸 只是低哼了一声 而方景龙脸色苍白 宦官则将手上圣指打开 扯起嗓子就说 难和脖子 方济帆 皆知意 宛如晴天霹雳 方景龙一下 躺在地上 他眼睛通红 再难遏制住泪水 败下 气不成声了 气不成声了 果然是方景帆的质疑 陛下 怎么会知晓气帆呢 还不是因为 祭帆平日作恶多端 这下 真正的糟了 张茂不禁唏嘘 倒是更加同情 起老方了 自己几个儿子 是一个比一个 有出息 可看看老方家的 就这么一个独渺渺 现在 他摇里摇头 养出这么一个儿子 家门不幸啊 方济帆 一时忐忑不安地败下 只听着宦官 扯出嗓子说 奉天承运 皇帝赤约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今